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陳雲 美國民主黨一直玩的女權 LBGT那些平權 我要講一講 大家知道我的網友 或者你看我寫書 我相當開放 我很尊重女性 尊重同性戀 尊重變性人 尊重藝服者 Cosplay 什麼都是 我都是很多我的Friend 很多我的Fans 我支持者入面 很多這些人 你看到的 以前 講到中國 講到傳統華夏 我們華人那些男人 可以拖手 抱肩頭逛街 可以是貼面擁抱 跟蘇聯人一樣 可以抱頭抱頸 可以一起睡 聯床夜話 一起煮來吃 同撈同煲 來顯示親密友誼 在三角演義入面 劉關章 留給關公 張匪三兄弟 這些就是男人的親密友誼 結拜兄弟 是否同性戀都可以這樣做 這些有親密的身體 感性的接觸 來剃結的生死之交 在我們華人入面 上之公喉將相 下之凡夫走卒 都是這樣做 這個令到我們 你說劉關章這些英雄人物 很低下層的 油尖旺 深水埗 都相當之有戰鬥力 他們未必是同性戀 我依然記得當年家父 在羅湖海關 和我患了肝癌的外公告別 因為他回大陸探討他 在臨告別的時候 他是兩個男人 一個是外父 一個是女婿 彼此來過貼面的擁抱 即是面貼面 很久都未放得鬆 因為他知道 以前回大陸探診很難 要申請 今次見面後 就陰陽永革 所以不一定是蘇聯人 才會擁抱和面貼面 即是男人 我們華人都會這樣 因為去到一些 十分傷心或者很感觸 又或者是二逼雲天的時候 由於同性戀這件事 經常在外邊宣傳 或者經常示威 即是你示威 你可以舉字仔 舉牌 不過同性戀示威 這個不要介意我說 其實有些同性戀朋友 都已經開始不太喜歡 經常在外邊扮 好像做愛 好像很親戀 其實不是經常都是這樣 男女之間 都不是經常很親戀 所以 在外邊的示威 那些搞到 同性戀本身 有些是 弄得男人和男人 不要拖手 不要拍膊 不要一起睡 不要同路同步 不是會被人懷疑 是同志 所以 其實這個 同性戀運動 其實 我是指那些 某一些出來示威 即是做過火 你一兩次 沒有所謂 不要每次都是這樣 你弄得 就是 在男人之間 那種 戰友 真是同道 那種感情 被人穿了色 使得 男人之間 不可以手拖手 不可以拍膊 一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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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下 那些 反而 女同性戀 你不可以脫衣 可以搅搅震 即是 你出去示威 比較 稍為比較 哎呀 又不是保守 是稍為比較 正常些 我是這樣就是這樣 不用特別做到 真的 反而 女人之間 都還可以 歸放物有 可以一起睡 可以一起拖手 於是 這個 同性戀運動 即是 那些示威出來之後 反而女人和女人之間的友情 即是那些很感性 很親密的友情 是高於男人的 我們大家知道的了 即是你面對著一個政府 一個 四為壓迫人的政府 可以做人 不可以單打獨鬥的 即是一定的團結 一定互相支援 才有鬥志的 即使是美國的 第二修正案 那個 即是你可以買槍 持槍權 它其實不是真的 持槍權 不止於持槍權 那麼少 它是說 可以是有地方的民兵 自治民兵 來到必要時 反抗一個壞政府 所以 我們民間之間 是有一些很感性的聯繫 來對抗暴政 現在變成了 男人女人不同了 即是女人之間很親密 男人之間親密被人說搞機 變成了 心情 역浪 這些就是西方人 用這些同性戀 即將它做到很誇張 打擊於華人 即是兄弟之間那種感情 即是清輕道弟 拍肩膊 Por 抱頭 抱頭抱抱抱手 拖手出去的 其實十多年前 我在深水埔都見到那些 在地盤出來的男人 拖手走擠 他們不是雞,是體外表知的 實際上是一起喝完啤酒 輕高采烈 同性戀的字叫同志 現在有些很親密的說法 有些少許氣弱性質 這是來自古文 因為以前是詩經講過 一起上陣的戰友叫同袍 因為你知道,很冷 有衣服一起穿 或者你的衣服被人刺穿了 就讓你穿了 所以同袍得同志 這是來自詩經的 男人之間可以為對方殉明 所以以前叫同道 或者叫同志 這也是共產黨 在革命的時候 用同志來稱呼戰友 孫中山先生的總理遺囑也說過 這句說話是很出名的 其實真的 真的是對的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在華人社會 大部分都還沒有獻證民主 所以都是要同道同志 要努力 現在同志這個很嚴肅的 男人和男人之間的 英雄氣概的字 即是那些沙場之間 一起拼命的浪漫主義的詞 變成一個氣弱的詞 中國的陽光氣 就被西洋人架禍了 即謀殺了 真是很不行的 這些實際上是文化戰爭來的 你說到同性戀 不論男女同性戀 中國在文學上面 在民間體結上面大把 因為我們不是基督教的國家 我們是寬容這件事的 斷袖昏徒 或者甘蘭契 姑婆屋那些 一路由漢代 一路到清朝到民國都有 西方的deep stay 用左膠 那些社福界 那些social activism 即是社會活動家那些 來推動這個同性戀 使它是過分曝光 和誇張 over exposure 那將同性戀 做了比較差一點的 我們在社會學 叫做stigmatization 即將它做到好像很古怪 實際上很正常 因為你用什麼搞到這麼古怪 情形都這麼古怪 這麼誇張給人看 那你之後就破壞了 即是文人之間 或者是低下層的男人 那種團結 和那種鬥爭精神 即是你將那些 兩個麻辣佬 攬頭攬頸那些 做到好像是同性戀 那樣的壞樣 那它的效果 就是瓦解了我們 即是工人階級 真是工人階級那些 即是打工那些 體力勞動那些 男人那些 就是戰鬥力 資本家就是最不想見到的 就是整群男人那裡 喝啤酒 接著就攬頭攬頸 拖手走 這些叫Fighting Man Fighting Club 它不是Gay Couples 這些是Fighting Man 剛才講過了 即是龍陽之癖 南童聖戀 在王朝中國 即是朝廷也是這樣 世大夫也是這樣 民間就不用說 也是這樣 西方基督教 才懲罰江交 守淫 因為它違反了聖經 因為聖經教訓 那些基督徒 即是做外交合 是要法院子孫的 中國都有 即是不孝有生 無孝為大 只不過 你不是每次都中出 不是每次都有兒子生 你平時玩一下 有什麼所謂 總之你有兒子生就行了 所以 同性戀平權 其實還有一點的經濟考慮 即是為何政府 不斷搞這些事情 以前我在政府的高層做過 討論過這些問題 因為當時 新加坡也搞同性戀遊行 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那些高官說 陳文你不要這麼傻 人家在賺同性戀者的公開消費 我真的被他點醒了 我不是這麼想 他真的點醒了 原來是賺錢 搞多一群人 即是多一個消費族群 可以賣東西 那些時候可以開拓一個 譬如說你和志傑結婚 你會有一個新的婚禮市場 家庭保險 又可以買樓置業 如果那個政府批准他領養小孩 又會帶動一些家庭消費 一些醫療的監護 社工又可以輔導一下 所以這個同性戀一旦 他准許他民事替結 以及領養小孩 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社福界 以及消費的南海市場 另一方面 譬如說 給女人平權 你猜那麼好死嗎 為甚麼給你平權 他想的是 逼女人出去打工 這些女人出去打工 可以剝削多一半人口 因為很多國家的女人人口 超過一半 於是 你剝削了那些人口 逼女人出去打工 那你便整個 整個 男人那個 不是 整個工人那個 working pool便大了 即是多工人去打工 多工人去打工 就是人浮於事 功過於求 可以壓你人工 就是這樣 你猜真是 真是說 幫你女權嗎 這些他搞女權運動 很多大財團 基金會 他會這樣想 他就立即給錢 栽培那些 即是那些女權理論者 Feminist theories 去大學那裡教書 開課程 NGO成立 他就霸了很多人民 社會科學院那些位 他就給錢 供養一些 Feminist activist 即是那些女權的活躍家 他們提倡女人權利 那些商界就說 哎呀 我不喜歡 他就這樣作狀反對一下 但每次都讓步 跟著法都立了 立了這個 不准歧視女人的法律 他會令到很多 充滿戰鬥情緒的女人 出來打工 即是我也是出來見人 激起一個很洶湧 很澎湃的消費熱潮 以及提供多些的勞動剝償 很多反對主流的政治運動家 即是說 女權、平權、保護少數族裔 其實他們是NGO來的 那些NGO為何生存到呢 基金會給錢 基金會怎麼來呢 商人之助 你懂得思考 這條錢線 你懂得思考 你的腦開通 看錢份上 所以就是 這些維護主流 那些社會運動家 是沒有人會付錢的 所以你說 世界上是不會有 維護男權 或者維護本國 是不會有 美國總統會說 Make America Great 或者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原因就是 你說這些 是沒有人會付錢的 你自己有錢 是參選的 才有人說 才有機會讓你說 好像特朗普 世界上也不會有 社會運動家 或者NGO 去維護 傳統的 異性婚姻權利 因為這樣 你帶不到新的消費機會 即是那些婚姻市場 買房子 即是男女之間結婚 那些 本來已經在消費 所以 這個不是南海市場 是紅海市場 所以沒有什麼商人 會捐錢你 即是出去說 男女結婚 多些結婚 是不會有人付錢 所以你要找政治的錢 就要發掘一個 被主流壓迫的 小小的群落 看看哪些人被人壓迫 哪些人需要援助 哪些人需要平權 跟著就是額外立法 支持 他們的 Extra Rights 將他們 帶出來 去威風 去消費 跟著他們 就有民間捐款 有政府補貼 又成立社企 來援助他們 這樣 NGO 就發一筆小財 吃幾十年 行飯都可以 對於資本主義 或者那些所謂社會公義 大家理解的 或者在大學教的 不是像我所說的 我那些 是從現實政治到來的 因為我真是做官 真是會 真是會 主持一些政策 撥款給NGO 所以你是會看到 中間的脈絡在哪裡 如果你不聽我說 或者你不看我寫 其實你是不會得到這些知識 別人做高官 或者做NGO CEO 別人退休走 是不會說這些 給你聽的 打烂飯碗 是吧 因為我是在一個 德國哥廷根大學 都算是古典大學 讀到博士畢業 也都勉強算是 做過大學教授 但是我的學識 是由在政府執政 以及在公共組織那裡做事 以及在社會那裡 四圍打滾地學回來的 關於平等權利 我可以說一句 真是老江湖的說話 做了很耐觀的說話 平權這件事 本來有的 平權是沒有意思的 本來沒有的 平權是沒有用處的 比如說同性戀的性愛 本來有的 是吧 同性戀的家庭的 體結 也是本來有的 平權呢 即是你大張旗鼓這樣說 其實是令他們尷尬 要公開做 要很吵鬧地做這些事情 這些叫做視眾 其實這些不是平權 是同性戀的朋友 同道同志 就知道這些 那些令他們很尷尬的事情 其實是政治的操弄 每次同性戀平權的 出外邊的示威 遊行的 叫做rally 都要在公開的 在廣場那裡 扮演這些 男男性愛的那些 做到 樣子都出埋的那些 那別人鼓吹 男女愛情那些 你又不會見人扮演 男女性愛 比如說女權 本來是沒有女權的 原因是因為沒有男權 因為男女之間的名分不同 是平不了權的 因為沒有 男女之間沒有一個相同的基礎 一開始就是 你生出來的性別不同 當然有些少少例外的人 大部分人的性別是不同的 即是一是男一是女 生理也不同 於是你女權很難平 很難跟男人平 於是走去一些心理上的性別平等 即是說我認為自己是甚麼性別 我是甚麼性別 我覺得是女人我去女次 或者我覺得是男人我去男次 這一下就是變了 你用心理來說 你想一下就可以 這個就是平權 所以最後平權運動 即女權運動 不一發發展到LBGTQ 那些就是各種的 你認為是甚麼是甚麼 變性就好 然後小孩子說 超過12歲可以變性那些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我們在世上 因為在政治上 很多意識形態擺攏的操弄 那些操弄 即是說你搞公民福 你是搞不到的 很難搞的 但是你說搞女權 或者搞同志平權 或者搞LGBT那些 容易搞的 那些不用錢 那些不用資本家出錢 你搞工人福利要出錢 所以資本家就給錢 你搞女權 搞小數族裔 LBGTQ那些 這些就是在實際的政治運動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 多少工會出來喊東西 現在很多工人失業 你不見到工會出來喊東西 資助少了 女權 LBGTQ 彩虹旗 那些多 因為多人給錢 帶動一些新的消費 帶動一些新的NGO 新的教學職位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美國大選 特朗普對拜登 特朗普是保守派 拜登是自由派 不過自由派 幾乎背離了自由主義的自由派 所以這次的美國大選 你可以看到 一個我們覺得正常的 有得公平談談的 你明白的 保守的世界 保守的世界是不排斥自由派的 但自由的世界 自由派是排斥保守派的 所以故事 你說要包容 你說要平等 實際上你是要一個 稍為保守一點的 亦都寬容的 政府出現 就不要是一個 經常講平權 經常講公平的 但是 它是壓迫保守派的 它是壓迫一些傳統思想的 它是不准你不讓外國人 隨便過境入籍的 那麼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 面臨的一個政治的分水嶺 所以為什麼說 大家要關心一下美國大選 特別是今年的大選 接下來幾天的那個 就是它實際上是決定了 因為美國大國 帶領潮流 它實際上決定了世界的走向 我們走回去比較健康些 寬容些 就是你可以有來有往 有得爭辯的 還是走去一個 看起來很公平 很平等 但是它不准你講傳統的 它不准你講宗教的 所以我們講一講 就是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 實際上是相當之大 會影響我們將來的思想 將來的教育 或者將來的社會制度 香港都會受影響 所以大家有什麼意見之類 可以寫下 一起談一談